Hello,大家好,我是Laisis 今天的视频想和大家分享一种好吃的鸡的做法 那就是玫瑰茶香鸡 不知道大家听过这种做法没有 这种做法令鸡肉带着淡淡的玫瑰和普洱茶香味 我觉得很好吃,而且做法非常简单,是零失败的 我先介绍一下做这玫瑰茶香鸡翅的材料给大家 这里有鸡翅大约是15只左右 2汤匙干玫瑰花,3汤匙的普洱茶叶 5汤匙的酱油,5汤匙的老抽酱油 3片姜,1块冰糖,2汤匙的绍兴酒 还有3杯清水 我会把材料和份量写在说明文里 供大家做个参考 我们先煮滚一些水,倒入大约是2汤匙的米醋 然后是2汤匙的烧杏酒 然后关火 再把鸡翅倒进去,蒸泡大约5分钟 我们先帮鸡翅出一出水,等鸡皮略微收缩之后 就可以把鸡翅盛起来了 接着我们把玫瑰花和普洱茶叶略微清洗一下 然后把它们放进鲍鱼汤的袋子里 现在我们倒入3杯清水进去锅里 再加入酱油 老抽酱油 绍兴酒 姜片 冰糖 还有就是干玫瑰花和茶叶 我们先把它们用中小火煮滚 然后再煮多10分钟 让玫瑰花和普洱茶叶煮出一些味道 煮了10分钟后 我们把鸡翅倒进去一起煮 再把它们煮滚 然后转最小的火 把鸡翅震大约是30分钟左右 这样我们的玫瑰茶香鸡翅就做好了 给大家看一看 这就是刚做出来的玫瑰茶香鸡翅 非常香浓好吃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种味道的 但做法却简单到难以置信 你们也做来试试吧 看看喜不喜欢这种味道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也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谢谢 谢谢